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介绍 在 这一个 赛局数的这样的一个 赛局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当中啊 我们怎么样去透过一个逆向归纳法 来找出最适的策略 那么在这个单元我们也要跟同学介绍 另外一种赛局的表达方式叫做 一开始我们也讲过叫做报酬表的这样的表达方式 我们在这个单元的学习目标啊 有三个 第一个 解释逆向归纳法的操作 第二个 说明另外一种赛局的表达方式 叫做报酬表 我们在前面那个单元提到的叫做赛局数 我们举了这一个哥哥跟弟弟切蛋糕 还有跟哥哥跟弟弟打棒球 那个例子啊 我们可以把他们之间的 这一个赛局的状况透过赛局数的方式来加以呈现 那么今天这个单元 除了第一个学习目标是用赛局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 透过逆向归纳法找出赛局策略的结果之外 其他的我们就要开始用介绍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报酬表 那么我们在这个单元 我们也会说明怎么样去把报酬表画出来 我们的学习方法 第一个 我们不厌其烦的提醒各位同学 在聆听每一堂课之前 都能够针对这一个单元的所要讲受的内容 做好这个课前预习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动作 第二个 在整个课程进行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专心的听讲 第三 因为这是一个 赛局理论是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概念 那各位刚开始接触 所以我非常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在课后 能够尽快的去做复习 然后把一些重点呢 透过你的 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这样的表达方式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文字 把这个意思啊 把它记录下来 那未来各位如果 有兴趣或是 隔了一段时间再拿起来看的时候 能够很快的就把这样的概念 吸收起来 那最好呢 还是能够去找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 来搭配我们所讲说的内容 所以今天的单元啊 我们也会介绍一些 除了我们沿用 这个 那个哥哥跟弟弟 切蛋糕的例子之外啊 我们也会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实际的例子啊 来让各位同学能够理解 这个单元的内容 我们的课程大纲有三 第一个 逆向归纳法 第二个 我们要去说明报酬表的构造 第三个 我们要教导各位 怎么样去画报酬表 首先 我们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在延续上一个单元 我们 我们不是把那个赛局数画出来了吗 各位看 哥哥跟弟弟 是参与者 然后 哥哥一从哥哥开始 第一个节点 他是一个 参与者的行动 他可以采取什么 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 将 蛋糕切成一大一小 还有 将蛋糕评分 那弟弟呢 在第二个 弟弟在第二个决策点的地方 弟弟在第二个决策点的地方 这个是一 第一个决策点 这个是第二个决策点 这是第二个决策点 那 后面这边就是我们的终点 就是 游戏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各位看弟弟的地方 弟弟在这个地方 弟弟的决策点呢 这些数字就是表示他的决策的选项 就是他的策略 弟弟可以选大块的 可以选小块的 那么选大块的选小块的 然后最后就是哥哥跟弟弟的报仇 那么 这个表达方式是赛局数 那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 逆向归纳法 好 我用口语的方式说明给各位听 逆向归纳法 逆向那就是什么 从后面 找回去 好 所以各位注意听 我用口语的方式说明给各位同学听 逆向归纳法 就是从距离赛局终点 这个地方 终点 最近的决策点开始 依序找出参与者 所选择的合理决策 由于决策过程是从结论 反推回去的 所以 我们把它称之为 逆向归纳法 我再讲一次 逆向归纳法 是从距离终点 最近的决策点开始 距离终点 最近的决策点 各位 终点在这里 距离终点最近的决策点是哪里 当然就是这一个地方 这一个地方 才是距离终点最近的决策点 其实就是第二个决策点 开始 依序找出参与者 所选择的合理决策 好 从终点最近的决策点开始 依序找出 弟弟跟哥哥 最适的合理决策 因为 这一个推导的过程 是从后面推回来 所以 我们把它称之为 逆向归纳法 好 各位 那我们就来开始操作练习 各位看这个地方啊 这是终点 这边是终点 距离终点最近的决策点在这里 各位看 在当弟弟在这个决策点的时候 他选择大块的 获得的报酬是 1.5 选小块获得的报酬是0.5 请问 如果你是弟弟 你会选择1.5还是0.5 请记住 经济学和讨论 都是在强调 人是理性的 只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 所以弟弟 一定会选大块的 所以各位看到这张投影片里面 弟弟选择的路径是什么 一定是这条红色的路径 有没有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把原先的黑线 把它加出 也就是变成这个红色线 也就是说 不管 不管别人怎么做 弟弟一定会选择什么 选大块的 那同样的 这边还有一个决策点啊 这也是弟弟的 决策点 那你看 一样 弟弟选大块的时候 是 的报酬是1.01 弟弟选小块的时候 报酬是0.99 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 1.01大于0.99 所以 我们就把这个数值宽起来 把数值宽起来 表示什么 表示弟弟会选择走 这一条路径 因为这一条路径 能够让他的报酬是 比较大的 好 当我们讨论完 当我们讨论完 弟弟的决策点之后 我们不是刚刚念说 要依序的找出 参与者所选择的 合理决策吗 那么现在 我们已经帮弟弟找出 选择大块的合理决策 那接着 换哥哥呢 哥哥怎么选 各位注意看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把 这两个 弟弟可能 获得的报酬 弟弟可能获得的 他要走的路线 以及他可以获得的报酬 框起来了 那现在哥哥只有哪两条路 现在哥哥只有什么 各位接着看 哥哥可能是什么 将蛋糕切成一大一小 然后弟弟选择大块的 另外哥哥可以走的路径是什么 哥哥将蛋糕平分 然后弟弟选择大块的 各位 各位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地方了 如果哥哥选择第一条路径 将蛋糕切成一大一小 他只能获得0.5的报酬 可是如果哥哥今天选择这一条路径 将蛋糕切得看刚好 那么他可以得到0.99的报酬 所以请问各位 如果你是哥哥 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理性的人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 当然你一定会选择这一条路径 这一个报酬 然后这个路径 因为这个是哥哥的路径 所以我们逆向归纳法 要把那一个选择的路径 再把它加出 把它加出 所以这一条黑色线呢 在我们的这一个练习里面 逆向归纳法的练习里面 它就加出了 那所以各位可以告诉我吗 经由这样的一个赛局的赛局数 归逆向归纳法的练习 我们可以知道 最后的那一条路径 也就是最后的决策结果是什么 哥哥 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将蛋糕评分 但是因为弟弟候选 弟弟还是会去选择 大概差0.01公分的那一块大蛋糕 这样子对任何人来讲 对哥哥来讲 哥哥符合理性 弟弟也符合理性 这个就是逆向归纳法 那接下来 我们再让各位同学练习这一个例子 我想这个例子还是让各位同学自己练习 因为这个例子已经先把赛局数化好 然后各位先去比较 各位可以站在距离终点最近的角色点 就从Q公司开始去思考 到底他要把这个便利商店呢 这个P公司跟Q公司假设都是什么 互为竞争的便利商店 他们可能想要在A车站前设一个点 那也可以在B商店街设一个点 那我们有各自不同的报酬 那各位回去按照我们刚刚哥哥跟弟弟切蛋糕的例子 再去做练习 接下来这个例子 我们自己画 我们要让各位自己画 各位看 这个练习 他说 P公司进驻A车站前的情况下 如果Q公司也进驻A车站 那么P公司的报酬是400 Q公司的报酬是300 如果Q公司进驻B商店 以此类推 然后他说最后一段 我们将上述的这个状况 化成赛局数 然后再透过逆向归纳法 分别找出对P公司 及Q公司的最佳策略 如果各位对于 哥哥跟弟弟切蛋糕的赛局数 知道怎么样找出 用逆向归纳法找出 我相信各位同学对于这个例子 一样应该也可以画出来 那我试着在 这一个地方 各位 我们试着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试着把他的赛局数画出来 好 现在有P公司跟A公司 所以我们假设说 起点第一个决策点是P公司 好 这个是Q公司的 Q公司的决策点 那Q公司的决策点之后 它一样有不同的策略选项 它有不同的策略选项 那各位看 在P公司进驻A车站 所以P公司可以选择A车站 然后呢 它说Q公司也选择A车站的话 那现在这边不是有一样 会有P公司跟Q公司的报酬吗 好 它这边不是就告诉我们了吗 如果P公司进驻A车站 Q公司也进驻A车站 P公司的报酬是400 Q公司的报酬是300 再来 如果Q公司进驻B商店街 好 B商店街 那么 P公司的报酬是600 Q公司的报酬是400 好 各位应该 可以看清楚这样的一个赛局数吧 再来 它说 再考虑P公司进驻B商店街 好 所以这边就是 P公司也可以选择B商店街 可是呢 P公司进驻B商店街 Q公司 这边 如果Q公司进驻A车站 那么 P公司的报酬是400 各位 我们这边还少了一个节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终点 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节点画出来 这是我们的终点 然后 P公司 可以获得的报酬是400 Q公司获得的报酬是500 最后一段话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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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驻B商店街 B商店街 好 P公司的报酬是300 然后 Q公司的报酬是200 好 我们已经把赛局数画出来了 接下来 我们要透过逆向归纳法 来找出 透过逆向归纳法来找出 这一个 P公司跟Q公司的最佳策略 好 首先 距离终点最近的绝对点 就是Q公司 各位看这里 Q公司 好 Q公司可以选择A站 A车站 射点 也可以选择B商店街 那各位看 今天 选择A站是300 选择B商店街是400 所以 他当然会选择 B商店 所以各位 当你在做逆向归纳法的时候 把他可能 他 选择的那个策略 合理的决策 把他那条线加出 可以让我们 就可以让 让你也让别人知道说 他一定会走的那一条路径是什么 好 我们把他架出了 各位 在这边 这边也是Q商店的决策点 他可以选择 住A商店 也可以选择进宿B商店 那各位看 这是Q公司的报酬 对不对 Q公司的报酬是500 200 任何人都知道 一定会选择500 也就是选择 A A车站前 A车站前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 Q公司 可能选择的路径 加出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回到 P公司 从P公司的立场来考量 好 P公司选择 A商店街 进驻 那你看 他能够获得 报酬是多少 这边是600 各位看到这边是600 然后如果 B公司 P公司选择 B商店街 进驻 他能够获得 报酬是多少 只有400 各位 因为我们现在 只已经考虑到说 P公司在选择 已经找出 Q公司 合理的决策 是这两条 红色出输的线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只要去看 P公司 一个是什么 他能够获得的 报酬是600 进驻在A车站 另外一个报酬是什么 进驻在B商店街 他能够获得 报酬是400 所以 我们进一步 去比较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A公司一定会去选择 什么 这一个 600的这个报酬 那么他选择 600的这个报酬 对应这个赛局数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A公司一定会选择 什么 是进驻 A公司一定会选择 进驻什么 A车站前 好 那你看 一条完整的路径 是 一条完整的路径 是由两条 两个数字 两个字干组合而成的 所以 对P公司来讲 跟Q公司来讲 他的最佳策略是什么 P公司 进驻A车站 然后呢 Q公司 选择 B商店街 然后呢 因为 P公司选择 进驻A车站 Q公司 进驻B商店街 就不会两个 同时选择A车站 或是 B商店街 然后强奔在一起 那个 互相强奔的话 报酬反而不好 所以 一个选择A车站 一个选择B商店街 好 这个是有关于 这个 逆向归纳法的练习 我现在 我请各位同学 回去 一定要 透过这个 已经我们已经讲过 怎么样去做 画赛局数 那么 逆向归纳法 怎么样去归纳 从后面推回去 一样 都可以找出 最佳策略 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 介绍另外一个 报酬 另外一个 赛局的表达方式 前面 到目前为止 前面都用赛局数 那么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用 报酬表 也就是报酬举证的方式 来说明 另外一种赛局的 呈现方式 那么在讲 在进行这个 报酬表的介绍之前 我们要先跟各位同学 介绍 什么叫做 零和赛局 这个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什么叫做 零和赛局 简单来讲 零和赛局 就是不是你输 就是我赢 好 所以各位看那个定义 一方之德 一方面所得到的是 另外一方面失去的 德跟失之间的量 是相等 我们简单举例 我们你说 两个人猜拳 猜赢的 得十块 猜输的 输十块 今天我跟某人猜拳 我猜赢了 他给我十块 那就表示他损失十块 这样的东西 就叫做零和赛局 那另外一种赛局概念 叫做非零和赛局 好 他说的意思是说 报酬 或损失 我们同 我们可能这样 报酬或损失 不一定是相等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有可能双赢 也有可能双输 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 一个人赢 一个人输 可是这一个人赢的 并不是全部就是 那一个人输的 这一个人赢的 如果等于 别人输的 那么这个东西 就叫做零和赛局 但是非零和赛局 没有规定 一方之德 是另一方之失 所以 我们时常在 听到说 零和零和零和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不要处在零和的状态 什么意思 人跟人的相处 我们有时候可以 互相合作 然后共状双赢 如果人跟人的相处 或是人跟人之间的 竞争 是处于零和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一定要达到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零和的概念是这样子 那么非零和 是我们比较期待 如果在人跟人之间的 相处上面 非零和的概念 是可以共创双赢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下面这一个扩展型赛局 可以用赛局数进行决策 这个我们在前面 已经提过了 那策略型赛局 可以用报酬表进行决策 就是 因为策略型赛局 是什么 同时实行策略 所以我们用报酬表的方式 来呈现会比较好 那么如果是依序的 轮流实行策略的话 那我们用 赛局数用的方式来呈现 会比较好 好理解 好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很快速的 跟各位同学介绍 什么是报酬表 报酬表的构造 报酬表简单来讲 又叫做报酬矩阵 如果我们只有两个玩家 然后每一个玩家 每一个游戏者 参与者都有两个不同的行动 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它组成一个 变成是一个两行 两列的举证 又称之为二乘二举证 也就是报酬举证 各位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在第一行 表示的是参与者 参与者一 第一行 那第一列表示参与者二 行跟列 因为我们是两行两列 所以行跟列交汇的地方 就是参与者 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的报酬 那所以各位 我们用这一张图表 它的形态来理解 第一行 各位 第一行在这里 第一行 表示第一个参与者 第一列 第一列 因为是两行两列 所以第一列 表示第二个参与者 然后呢 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不同的策略 有策略一 有策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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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行跟列 这边 行 这是行 这个是行 这个是列 行跟列交汇的地方 就是各个不同策略组合下 不同参与者的报酬 所以各位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参与者一 他所采取策略一的报酬 所以第一个数值是参与者一的所获得的报酬 第二个数值是什么 参与者二所获得的报酬 好 各位到目前为止 应该可以理解吧 就是说 第一个数值是参与者一的报酬 第二个数值是参与者二的报酬 那参与者一跟参与者二 他们各自有他们不同事情的策略 但是他们交汇的时候 在不同策略组合教会下 他们会产生不同的报酬 好 这是一个报酬表 它一个基本的形态 报酬表一个基本的形态 那接下来 我们要让各位同学来练习 怎么样来画这个报酬表 好 接下来我们用这一个例子 来教导各位怎么样去做一个报酬表 它的一个呈现的形态 那各位 现在我们说的是零和赛局 零和赛局是一方的得 就是另一方的失 所以呢 因为一方得 一方失 得跟失之间的数值是相等 所以 其实在零和赛局的这个报酬表里面 各位要注意听 在零和赛局的报酬表里面 我们只要标示什么 只要标示一方的数值就好 各位可以听得懂吗 只要标示一方的数值就好 比如说 哥哥跟弟弟猜拳 猜赢的得失块 猜输的负失块 那 哥哥弟弟 他们的 他们的报酬表里面 一定是什么 猜赢猜输 弟弟的 弟弟是第二个参与者 猜赢猜输 那 我们不用续化成什么 哥哥得 哥哥猜赢 弟弟猜输 10块 负10块 所以我们只要用什么 只要用一个数值来呈现就好 那今天 这个赛局的例子是这样子 就是 有一个大企业 他们为了办公 为了办公的需要 或者是 为了营运的需要 他必须向 S公司跟T公司租用影印机 那各位 它说O公司的需求量是一定 所以O公司的需求量既然是一定的话 那么 它跟S公司租用影印机 跟T公司租用影印机的量 一定会等于某一个固定的量 某一个固定的量就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1 那么 换句话说 如果 S公司提供的影印机的数量越多 那就表示 T公司提供的数量就会越少 简单来讲 如果 S公司提供的比例增加10% T公司的比例就减少10% 好 所以这是一个零和的赛局 那各位看 未来 我们在进行任何讨论的时候 因为只用S公司的报酬 做 我们只会将S公司的报酬 画在报酬表当中 所以 各位 这个地方很重要 请各位同学务必注意听 以S公司来讲 因为我们在报酬表当中的报酬 是以S公司作为基准 所以 这个数值越大 就表示S公司提供的比重 供应的比重越多 所以 越大越好 那么 在报酬表当中 因为是以S公司作为 S公司的报酬 作为基准 所以 对T公司来讲 对T公司来讲 因为这个数值是 S公司的报酬 的供应的比重 所以对T公司来讲 它是一个损失 也就是说 当报酬表当中的这个数值 越小的时候 越小 也就是S公司 它所供应的比重越小的时候 对于T公司来讲 才是一件好事 拜托 拜托 各位同学 务必要把这里记下来 在报酬表当中 S公司的报酬越大越好 对T公司来讲 那个报酬表当中的数值 是越小越好 好 接下来 各位如果有这样的认知 我们简单讲 好 S公司 它可能采取A策略 采取B策略 第一个参与者 这是第二个参与者 它有不同的策略 这是它的报酬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是以S公司的报酬 作为讨论的标准 也就是说 当S公司采取A策略 T公司采取B策略的时候 A公 S公司的报酬 也就是它的供应比重 是55% 那换句话说 各位看这里 它55%就表示什么 T公司的供应比重 是45% 两个加起来 才会等于1 成为一个固定的比率 以此类推 如果S公司采取B的策略 S公司采取B的策略 D T公司呢 采取D的策略 它能够获得的报酬 是70% 哇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 S公司采取B策略的时候 它可以获得70%的报酬 相较之下 这个70%就是 它的供应的比重是70% 那相反的 T公司的供应的比重就是30% 所以回到前面 我们说 这一张表 以S公司的报酬为 为呈现的基准的时候 数值越大 对S公司来讲 数值越大 对S公司来讲是什么 是好事 数值越大 对S公司来讲是好事 因为它的供应比重就越多 但是数值越大 对T公司来讲是损失 因为为什么 这一个 这个报酬是S公司的报酬 所以当这个呈现的数值越大 就表示什么 各位看这个地方 它的供应比重只有30% 所以 以 以这个 零和赛局的报酬表 因为我们只用 S公司的报酬来呈现的时候 那么 这一个 对T公司来讲 这个数值越大 越大 反而是不好 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T公司的数值 要越小 是越好的 对T公司来讲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 这张投影片 对T公司来讲 表中的数值要 越小越好 对S公司来讲 因为是用S公司的报酬来呈现 所以 S公司的 这一个报酬表来呈现的话 那么数值要越大越好 好 拜托各位一定要把 这个概念记下来 那最后呢 在这个单元 快要结束之前 我们再让各位同学 练习怎么样画报酬表 那么 在 各位看 这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A同学跟B同学 所以你看哦 我们先把报酬表 我们说报酬表的构造 包含了 两行 两列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行 第一行是什么 表示第一个玩家 第一列表示第二个玩家 然后呢 他们在玩配对游戏 好 同时 也就是策略型的赛局 同时实行策略 摆在桌上 好 有可能是什么 摆在桌上的时候 都是正面 反面的话 A同学得十分 只要一正一反 只要是一正一反 B同学得十分 A同学失去十分 好 这边用负十 这边用负十 各位可以看得懂吗 所以这个表中的报酬 就是以 A同学的报酬 各位可以理解吗 跟刚刚的S公司 跟T公司来讲 因为是联合赛局 一方得 一方失 所以我们只要用 一方的数值来呈现就好 所以这一个 各位回过头来看这张表 这张表的意思是什么 A因为同时是正面 A得十分 我还要再学 我还要再另外再写一个负十吗 因为当我们写一个十 就表示有一个负十存在 B同学负十 那你看今天投出来是一正一反 A同学是负十分 那就表示什么 B同学得十分 所以因为 数值相同 失等于得 得等于失 所以 我们才会简化那一个 报酬表的格式 当然你要写这样子也没有问题 好 一反一正 A同学负十分 B同学十分 好 因为同样都是反面反面 所以A同学得十分 B同学得负十分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在下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 除了跟各位同学介绍了这一个 印象观量法之外 我们也介绍了这个报酬表的构造 包含了这个 两个玩家二乘二的矩阵之外 那我们也跟各位说明了 零和赛局 零和赛局的报酬表 因为 一方得是另外一方的失 得跟事件数值相等的时候 所以 在零和赛局的报酬表当中 我们只要标示一方的报酬就好了 那么 各位这个单元 特别是在讲零和赛局的 那个报酬表的呈现 非常重要 因为 在第24个单元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这样的报酬表 进行各种不同策略的讨论 那不同策略讨论 是希望能够找出最佳的策略 那请各位同学 在务必 把这个单元里面 我所 老师 老师 所讲述的这些重要内容呢 能够 再回去 深入的 能够完全了解 这样对于你在学习下一个单元 才会有 帮助 能够更容易理解 下一个单元的内容 好 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学习愉快